似乎網友對於走色才氣 錢方面就沒有那麼多 現在問很多不同關於健康問題 醫生打算繼續回答 還是還有五分鐘這一節 五分鐘回答問題就不好了 我是很現實的 我給我解決問題的方法 大家都想要健康 但問足很多身體問題 你講理論是沒用的 你搞什麼也沒用的 你自己醫治自己最好 舉例 首先你找個雜誌 我們原本是找個玻璃瓶 就包一條毛巾 浸著後頸睡在那裡 但現在用玻璃瓶 你怕危險的啤酒瓶 你找兩本雜誌捲了之後 就用毛巾包著睡在那裡 平時這樣睡 伸隻腳 但是那個腳掌 就自己這樣拍了 這樣拍 就是兩隻腳掌拍了 不是 那個腳端不動 腳掌不動腳掌 就是這樣拍 是 但不用力的 要拿那個當千秋的力 就是你小時候玩千秋 他自己拍的 就是自己這樣拍的 這個呢 我們試過呢 有些人坐良宇 起身的 很多個都 是呀 現在這裏呢 簡直是有一個問到 如果身體不適呢 又可以怎樣 譬如步行行蟬 想問一下 你可以怎樣做 這個最厲害的 你們可以大家 教爸爸媽媽老人家 你做一個好心教你 這個最厲害的 這個是先術來的 對 撞上去打開 就是不要用枕頭 好了這裏呢 不用力的 但它的功效去哪裏 你會發覺呢 我們這個動作呢 是拿回你的人體 和宇宙那個震盪的完善 你到時的感覺 拿到一條氣 在一個腳端走上來 全身通了 什麼病都好 那你當時呢 你自己注意那些飲食 就是你要 找個醫生 你身體適應哪些食物 對你不好的 那你要戒的 有些人不喜歡吃辣的 有些人不吃雞蛋 有些人不吃雞蛋 不吃牛奶的 就是皮膚病的人 最好不要吃雞蛋 牛奶那些 還有吃了小物 你不要吃 他的皮膚敏感的 但這個動作非常好的 臨衣百病 那你其實不要用枕頭 只是把頸骨放著 是的 就是找那個 找幾本雜誌 那個範圍就像啤酒瓶那樣 那大家如果有問題 就馬上進來了 他剛好有個小朋友 有個人在台灣說 駕單車撞了 他把電郵給我 我也教了他一些方法 他說現在台灣剛剛 開始醒了一點 好 那我們下節 這個非常好用 下節繼續 開始 對了 Bucker 剛才你說到健康的問題 很多聽眾 立刻就打進來了 其中剛才你說到那個 拍的腳 他問你其實要拍多久 一千下以上 一千下以上 那其實 十五分鐘都不用 十五分鐘都不用 就拍到一千下 你一秒鐘兩下 嗯 但是你最初 你一累 要改一下 到你累的時候 不要停 一累的時候 你保持很慢 很慢 不要停 這一半 你最初就快 這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 但是你一累 你要休息 不要讓他停了 保持動一點 慢慢動就動 到你的體能恢復了 就可以快一點 但是剛才你說 但是你用一個震盪 你說等它撞過去 自己撞開 是啊 最好就是這樣 就好像我們平時玩波波那樣 但是你都很快累的 但是你累的時候 你就慢慢保持慢一點 都不要讓它停 我們用人體血液的震盪 整體震盪 跟宇宙的完善的震盪平衡 那它自己可以走一千下以上 如果有病的話 坐轮椅 或者走得很壞 那種人要拍到三千多下 啊 醫師 真是有餘肢的功能 也有人問過 如果他們行動不方便 可以做這個 做這個 做這個 有頸椎病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 可以做 長身全部鬆翻了 我們拿回在胎上那種重新repeat的力 就是將人體在原震盪那裡再走多一次